第85集 于小轩本来不想理会他们 但是他们说话越来越难听 终于忍不住了 将手中的酒杯重重地放在吧台上 瞪着说话的卷发女孩 我是什么身份 关你们什么事 有这个闲功夫 不如好好把那个镜子照照自己 还不是跟在人家后面 当人家哈巴狗 还好意思说别人 然后又瞪着沈西彤 还有你 也不请你搞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不过是沈家的养女 也敢背后嫌弃青蓝 要是今天的话被沈爷爷听掉了 你沈家小铁的身份也不要了 卷发女孩子的脸被于小轩说的 一阵青一阵白 然后转为了漆黑 沈西彤的脸上也不好看 没想到今天沈青蓝不在 这死丫头还敢这么嚣张 但是沈西彤对外形象一向很好 即便此刻心中恨不得扑上去 把于小轩撕了 脸上也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有些委屈地说道 我知道因为妈妈更喜欢我的原因 妹妹一直很讨厌我 你身为妹妹的朋友 讨厌我是应该的 但是也请你说话注意些 我没有重伤妹妹的意思 我只是好心过来跟你打个招呼而已 卷发女孩见沈西彤都这么说了 还好脾气地解释 这抱脾气就上来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不过就是个穷酸落破货 也敢这么娇笑地骂人 还骂我是狗 我今天就来娇教你 什么叫做家教 卷发女孩一边骂着 一边卷袖子 就要上前打于小轩 可是于小轩又不是吃素的 在卷发女孩的巴掌 还没有落下来之前 已经一巴掌 打在了卷发女孩子的脸上 卷发女孩子 没有想到于小轩竟然敢还手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从小到大 她都是家中的心头肉 不要说打 就是连挨骂都没有过 今天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能善罢甘休才怪 沈西彤站在一边 看见卷发女孩子挨打了 一脸的紧张 圆圆你没事吧 被称作圆圆的女孩子 一把推开了沈西彤 本来只是想替沈西彤出口气 现在却被于小轩打出了火气 西彤你让开 我今天要是不好好叫醒叫醒她 我就不叫林远 沈西彤被推到了一边 脸上全是焦急 但是眼底却闪过一抹得意 她看着快要打起来的两个人 一脸焦急地看着跟他们同来的两个男人 你们快去劝劝 不要让他们打起来了 万一伤着怎么办 其中一个男人一摊手 一脸的爱莫能助 他们都是女人 女人打架 男人插手算怎么回事 另一个男人赞同地点点头 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其实他们两个都看出来了 于小轩已经喝醉了 刚才站起来 打林远的那一下 脚步都是虚浮的 而且要不是林远没有防备 她刚才根本打不到林远 知道林远不会吃亏 他们又怎么会上前呢 沈西彤也知道 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见两人都不上前 也只是站在那里喊着 有话好好说 不要动手 脚步却是动也不动 看着于小轩的眼底深处 是幸灾乐祸 于小轩见林远要打她 想躲开 却发现头重脚轻 眼看着那巴掌就要落下来了 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意料中的疼痛并没有袭来 她小心地睁开了眼睛 却发现不知从哪里 伸出了一只手 紧紧地握住了林远的手腕 顺着这只手往上看 就看见了韩逸那张 霍国殃民的妖孽脸 韩逸四笑非笑地看着林远 作为女孩子还是不要动手动脚的好 未免将来嫁不出去 林远脸色胀红 她自然是认识京城六少之一的韩逸的 韩逸松开了林远的手腕 林远善善放下没有再动手 但是脸上的神色依旧不好看 韩逸你认识这个落魄户 韩逸瞅了一眼 落魄户于小轩 见他不断揉着太阳穴 已然是一副酒醉不舒服的样子 眼底闪过一抹不悦 却快地一闪而过 让人抓不住 认识 不认识 韩逸和于小轩的声音同时响起 前者是韩逸的 后者是于小轩的 韩逸脸色一黑 瞪了一眼于小轩 这个没良心的死丫头 刚帮了她 河都还没过完呢 就开始拆桥了 于小轩不甘示弱地回瞪她 竟然在这里 看见这个死人妖 简直是晦气 原本韩逸 身为于小轩的老板 跟韩逸也没什么交集 本来也不该会如此争锋相对 只是前段时间 刚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于小轩看见了韩逸 就气不打一处来 事情是这样的 一周前 于小轩因为训练中 努力刻苦表现出色 林达很满意 就给于小轩放了一天假 让她休息休息 于小轩很久没有回家了 就回家看父母去了 一家人难得团聚 于父大手一挥 决定带着女儿和老婆 下馆子 点了一个包厢 饭吃到一半 于小轩突然想上厕所 回来的时候 经过一个包厢 听见里面传来女孩子的哭声 见门没有关紧 好奇之下 于小轩就趴在门上往里看 然后就看见了韩逸 穿的倒是西装笔挺的 坐在椅子上 跟个大爷似的 她的面前 则是一个 哭得梨花带雨的女孩子 女孩子背对着她 看不清楚面容 从背影 那玲珑的身段上看来 想来正面也不会差 爷 这个孩子真的是你的 你别不要他好不好 女子低声开口 语气哀求 韩逸一脸的冷漠 不要让我说第二遍 立刻去医院做了她 女孩子文言 忽然就在韩逸的面前 跪下来了 抱着她的双腿 苦苦哀求 义 这是我和你的第一个孩子 我求你留下他 我保证 我绝对不会拿他 要挟你什么 更不会让你娶我 我只是爱你 想为你生一个 属于你的孩子而已 一 我求求你留下他吧 韩逸厌恶地看着她 确切地说是 看着她抱着自己 双腿的那双手 放开 她的语气冰冷 视线也似极了冰 女孩子脸色一白 就放开了手 于小轩听到这里 就明白了 原来是搞大了人家的肚子 却又想抛弃人家 没想到 这个人长得人模人样的 竟然是这么一个渣男 于小轩出离得愤怒了 后退一步 一脚踹开了包厢门 你这个负心汉 渣男 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搞大了人家的肚子 又不想负责 还逼着人家去流产 你还是人吗你 于小轩指着韩逸 破口大骂 韩逸和地上的女孩子 没有人想到 会有人闯进来 呆了呆 然后女孩子的脸色 更白了 而韩逸的脸色 却黑了 这里没你的事 出去 韩逸冷声开口 看着于小轩 于小轩倒是不怕 直直地看着她 怎么 有胆子做 没胆子承认呀 亏你长得这么好看 真是白瞎了这张脸 真不是个男人 你知道什么 就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先给我滚出去 韩逸不看于小轩 而是冷冷地 看着地上的女孩子 女孩子 被她冰冷的视线一瞪 身子不由地抖了抖 拿起自己的包 狼狈地走出了包厢 诶 你别走呀 你回来 我会帮你的 于小轩见女孩子走了 想追上去 把她拉回来 却被韩逸拉住了手腕 哼 现在来算算 我们的账 韩逸微笑地看着她 阴森森地开口 于小轩直觉不好 想逃 却被韩逸抓住了手腕 逃不了 于是 只能瞪着她 我跟你有什么仗啊 你刚才说 谁不是男人 韩逸笑得温手 于小轩脖子一梗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却又不负责 这是男人会做的事吗 见她就是重提 韩逸的脸色又黑了 笑意愈发温手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知道 我是不是男人 说完 低头就吻上了 于小轩那张喋喋不休 让她恨得牙痒痒的小嘴 于小轩整个人一呆 看着放大在眼前的妖孽脸 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的嘴唇竟然意外地柔软 韩逸忍不住 伸出舌头舔了舔 然后熟练地撬开她的牙关 开始攻城掠地 韩逸不得不承认 这个丫头的滋味其实很好 于小轩反应过来 用力地推开她 一巴掌甩在了她的脸上 捂着嘴快要哭出来了 你个死人呀 臭流氓 韩逸脸色一黑 眼底怒意更深 却在看见她眼底晶莹时一愣 怒气奇迹般地消失得一干二净 眼睁睁地看着于小轩跑出了包厢 她伸手摸摸被于小轩打的脸 轻撕一声 这丫头下手还真狠 心底却隐隐伸起一丝欠疚 其实刚才她就是跟这个丫头开个玩笑 谁知道竟然失控了 沈西彤此时的注意力 却不在韩逸身上 而是看向了韩逸的身后 那里站着沈君玉 此时正冷冷地看着她 她的脸色一白 不知道沈君玉是什么时候来的 刚才的事情又看到了多少 听到了多少 对上她犯着冷意的毛子 一只手捏着裙子 这是她紧张时候的表现 哥 沈西彤勉强扯出一抹笑 开口 另外两个男人 这才看见了沈君玉 刚想笑着上前寒暄两句 却见沈君玉走了过来 心中一喜 大半夜的不早点回家 出来酒吧跟不三不四的人 吓唤什么 你这叫养的 沈君玉冷冷地开口 出口的话半点不客气 沈西彤脸色一白 本以为大庭广众之下 沈君玉好歹会给自己留几分面子 可是却没有想到 她竟然 不三不四的两个男人 加上林玄无语了 两个男人没有开口 倒是林玄不赞同地看向沈君玉 沈先生 你这会就不对了 什么叫不三不四的人 我们可是西童的朋友 可不是你口中的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倒是你另一个妹妹 说着看了一眼于小萱 从小就缺乏教养 总是喜欢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莫得连累了西童的名誉 这话一出 沈西童脸色就是一白 心中暗怪 林玄说话做事不带脑子 沈君玉的脸色却是更冷了 这位林小姐倒是好教养 改天我一定登门拜访令尊林总 好好跟她讨教一下林家的教养问题 林玄脸色也是一白 这才意识到自己似乎闯祸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